在灯画的规划上面呢 一般来讲呢 一些大众化比较喜欢的一些花卉呀 山水啊 人物啊 我们都会应用到 有一些我们岭南特产的那些植物啊 花卉啊 我们都会花到灯里面去 比如说我们这里岭南生产荔枝啊 还有我们的世花红棉花呀 正和下西洋时期 从东南亚地区吧 进口回来很多的那个红木 上岸到广州来之后呢 我们广州的手工艺人 首先将它做成了红木家具 有了红木家具之后才有红木工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